大家好 我今天分享的主题呢 叫做探索VOE的高级应用 它还有一个副标题 叫做 On Design VOE的那些黑科技 广告痕迹很明显 说是黑科技呢 但也不是什么其一技巧 更不是说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 更多的话 是平时大家很少用到的一些小技巧 分享内容可能比较零散 但希望对大家能有所帮助 先简单的做个自我介绍 我叫唐金周 先后在SOCO 蚂蚁金服务一点资讯 从前面开发工作 主题的内容 主要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On Design VOE的诞生 虽然我们现在是 VOE的一个开发者大会 但我想大家应该对On Design 并不是特别的陌生 第二部分是我们在开发 On Design VOE的过程中 遇到的一些问题以及解决方案 然后这一部分的话 会占用一半以上的时间 第三部分的部分 按照透露的话 主建部目前的一个现状 以及未来的一个固化 我们先来看On Design VOE的一个诞生 我为什么要去做这么一件事情呢 最开始的时候呢 也是在2017年下半年的时候 我们也是使用的 国内的某知名的VOE组建库 也是非常不错的组建库 不过随着我们的需求 越来越复杂 对自定义的需求也越来越高 以及视觉体验上 也不是特别的满意吧 我们开始去寻找其他的一些替代方案 最后VOE的种种原因吧 然后我们选择了On Design 同时也意味着 我们不放弃了VOE的一个技术站 但由于就是说 因为观光他提供了原来的版本的一个 那个On Design的一个实现 虽然说社区也一直有 不断的有前辈 然后投入到VOE的一个版本中 包括个人啊 还有团队啊都都会在 Github上搜的的话都会看到一些 的身影 对 那由于On Design的功能实在是太承大 而且实现也非常的复杂 基本上呢 现在大多数都已经弃坑了 那我们使用Reit 加On Design的这个方案的话 其实也没有什么遇到什么特别大的问题 也是很流畅 不过呢我们就是说很怀念使用VOE 那少写很多字符的一个日子 所以说我们就决定入坑 然后开发 On Design的一个VOE版本 那做到什么程度呢 其实当然我们定了一个目标 就是说要全中的一个实现 然后拒绝阉割版吧 比如说 现在已经有了一些 按照这个VOE的实现 也有一些是阉割版的 那如果说我们要做一些 像一些阉割的一些功能的话 其实和 现在的一些市场上呢 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区别和优势 那我们怎么做呢 如此 这个工程非常多一个庞大吧 而且那么多的前辈都已经放弃了 那平均中我们能够算好 而且能够做完这件事情 说实话 刚开始我们也是凭借着一腔热血 然后不要从就是干的一个精神 然后投入到这个组建库的一个开发中吧 当然第一件事也是先把框架搭起来 什么工程化实力集成 什么中英文文档单元测试啊 反正能上的都上了 然后要的就是逼格嘛 不过中头我们也走了不少的弯路 然后好在我们最后也是 看得出了一条捷径网 如果你看过我之前写的一些 关于组建库的一个文章 或者说是看过 Una Design VOE的 那个原代码的话 大家应该知道说 Una Design VOE它不是一个 从平开始的一个项目 应该说它是一个 站在距离肩膀上的一个组建库 然后我们复用了大量的 Una D的一个逻辑代码 然后 因为我们复用了大量的逻辑代码 这也使得我们全工程的实现 然后也成为了一个可能 之所以能够复用大量的逻辑代码的话 也是因为 Una D和VUE 它们的理念是一样的 它们都是一个试图 那个数据驱动试图的一个框架 在最初期的时候 我们也有想过使用脚柄来转换 这样一些事情 现在也有一个react2voe的一个库 可以转换一些简单的一些组建 但是有几个问题的话 我们也一直没有说 找到一些办法去有效的去解决 然后包括属性的一个声明传递 在react2voe中 它们还是有一些不同的 还有一个方法 一个事件的一个选择 包括还有在react2voe中的一个状态 同步一步的一个问题吧 即便说我们解决到这三块问题的话 包括后面的一个调试 验证 以及后续的一个迭代维护 都是有很大的问题 其实说也不是说要先解决这个问题 也不是说不可能 解决方法的话 其实这就是三个字 强优务 那就是说我们只要按照 约束规则去书写组件 其实双方就可以做到护管了 但是对于一个已经运行的 一个成熟的一个庞大的一个 组件库来说成本非常大 而且来react2的官方也没有说 有这个想法还有这个经历去做这么一件事情 那我们就说不得不放弃这条路 然后随后改成了一个人热的一个转换的过程 虽然说他们有很多相似的理念 但是在转换的过程中 我们也是遇到了很多的问题 远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的多 这也来整理了几个我们遇到的问题 以及解决方案分享给大家 未必是最微的 但我们也在不断的探索中 如果大家有更好的方案 都先为联系我们一起沟通 我们可以看到 然后主要涉及到三个方案 然后一个是挪短引擎 然后还有生命中心 各个人营重的三个内容 这三个内容的话 不管是对原则的 还是对微微液 它都是非常核心的内容 那如果不解决这三个核心内容的差异的话 也只能复杂的 将会变得非常的困难 我们现在看一下主板 最开始我们的开发图件的时候 也是去调研了同一间的一个图件库 然后发现大多个都是使用 开发图件的同样的去使用了 开发图件去创建我们的 那个it-mount it-mount 刚刚讲的算比较顺利 然后我们顺利的完成到 Button icon 那些node 这些一些简单的一些组件 但是当我们是开发一些普达组件的时候 那看图件的预法 就很难够感到有什么需求的 然后我们需要加所有的一个 一个完全的一个编程能力 然后我们需要 托试组件 然后我们需要加vnode 作为属性去传递 然后我们需要大阶组件 这一堆的一个视线 而这些动作来说 实现起来都不是那么的容易 然后我们 不得不去改用那个runner函数 嗯 实际上的函数的话 成本 这个非常高吧 而且文物性非常的畅 那好在vnode官方 然后提供了一个 JXX的一个插件 嗯 JXX并不是说 只能在runner的中使用 嗯 我知道很多东西可能不喜欢JXX 那嗯 我也收到了一些 很多的一些反馈吧 然后嗯 但是说 如果说我们要实现一些 复杂的一些功能的话 JXX的确能够帮助我们 提升我们的一个开发效率 啊 额 不管是Time Planned还是JXXX,他们都是Carlane Edmonton的预法行动 都会经过Lodo的一个插件的处理,转换成Carlane Edmonton 如果你还没有使用过JXXXXX,我推荐大家在项目中尝试的使用它 然后你会发现另一片的一个天空 第一个链接是观光文档的一个链接 第二个是我之前写过的一篇相关文章 主要介绍我们在使用JX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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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包括观众推荐这四个字 也不要说因为承择于Time-to-light者 限制了VoE的一个使用场景和使用能力 这的确我在知乎上还是在医学上 的确看到一些人说 Time-to-lighter多低 后来说搞不定 然后又换成了其他一个框架 其实大家可以去尝试的 在VoE中去使用这些X 第二部分就是生命周期 不管是React还是VoE 它们的生命周期都是分为三个阶段的 分别是初始阶段 更新阶段和项目阶段 初始阶段的话大致就是像这张图 然后VoE的话是多了两个周期 这两个周期的使用场景也不是特别多 然后剩下的两个周期 所以可以说是基本是一致的 然后也就VoE的Money 可能和React有点不一致的是 就是它不能承诺子组件一定限量完毕 所以说你可能需要在Network中 去操作一些DOM的基点 那更新阶段的话 那VoE就还少了两个周期 这些分别是Command-Aware and Self-Progress 还有修了Command-AvaNet 对于多处的生命周期 我们可以不管 但对于缺了的生命周期 然后我们不得不去hide 它去降低我们的一个移植成本 那新意的是 VoE提供了一个真正器 Watch的一个功能 它要解决的问题 跟Command-Aware and Self-Progress的功能 是一样的 不过它们也有点区别 看这两张图 原地的话 它更多的是一个集中式的一个属性管理 然后所有的属性的变化 然后都会进入Command-Aware and Self-Progress的周期中 然后做一些业务的逻辑的操作 VoE的话 它是一种分散式的一个属性管理 然后你需要单独的监听每一个属性 然后去做一些 做一些逻辑的一些操作吧 对这两种方式的话 这有一些优缺点吧 然后分散管理的话 可能会更加直观一些 然后对于一些简单的属性变化 你也可以少写很多的EOS的一个判 判断 对 但对于一些普达的情况 然后各个属性之间 可能有一定的依赖的话 那么集中式管理可能会更加 就说 更加适合一些 举个例子 现在有这样一个Demo 分别有属性I和属性B 当属性I和B相等的时候 我们在屏幕中输出HelloView 那一般情况下 我们只需要监听I和B 当它们相等的时候 打除日志即可 那现在我们页面上有三个按钮 然后三个按钮呢 分别是改变I改变B 然后同时改变I和B 然后你会发现 我同时改变I和B的时候 它输出了两次HelloView 那也就是说 呃我们Watch的时候 在这里 你单独分别监听I和B 它都会去走里面的这个 逻辑的一个判断 对 但这并不是我们想要的 那我们想要的是 当同时改变I和B的时候 也只输出一次HelloView 那我们一般怎么做呢 我们看第二个Demo 第二个的话就是说 我们一般可能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 我们可能就要会引入一个第三方的一个变量 对 我这里引了一个Purpose Updating 然后去做这一个变量的一个第三方变量的一个控制 我们看一下 呃 改变A 改变B 同时改变I和B 啊 没问题 是这样OK 嗯 那这样的话 我们不得不在我们的组件里面维护一个第三方的一个变量 然后当如果说你的属性特别多的时候 我们现在还只是只是监听了I和B 那以后可能有还会有CDEFG 很多很多的一个变量进来 他们各个之间有相互的一个依赖 啊 这个依赖可能并不是像我Demo这么简单 对 那这样的话 嗯 我们这样去写的话可能就不是 不是特别的一个合适了 再来看另外一种方案 刚才那方案是我们在组件内部维护一个第三方的一个变量 那么现在这一种方案的话就是 我们维护维护引入一个第三方的一个属性变量 我们知道属性的更新是来自于负节点的 然后每次专的子节点时 我们都给这个第三方的一个属性 一个负于一个新值 那么我们只需要监听这个第三方的一个那个属性变量就OK了 然后我现在新增了一个 other的一个属性 然后每次监听的都是 other 然后这个 other的话 每次负节点属性的变化 每次负节点的更新 我都会赋予 other一个新的一个对象 这里就是一个新的一个对象 那每次他都会去变化 我只需要监听这个他就好了 这样的话他就变相的就去达到了一个我们想要的一个command weal the serial properties的一个功能 但是他有一个缺点的话就是说 我们不可能说在我们写通用组件的时候 引入一个第三方的一个属性 然后告诉使用者 你每次都要赋予这一个第三方的属性一个新值 这样对使用者来说是非常不友好的 那有没有一个更加优化的一个方案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demo4 demo4的话其实就是在demo3的基础上的一个一个进一步的一个封装 然后这里引入一个proxy component 一个高阶组件 我只需要把这个组件用这个proxy component包裹一下 然后输出给使用方 就ok了 然后使用方 还是按正常的一个使用 不需要新增一个一个其他的一个变量 而在我的组件内部 我可以监听一个第三方的一个属性 这里我起的名字叫command via the serial properties 很明确 它就是对标 它的功能就是模拟了一个command hack了command via the serial properties的一个功能 在看除了command via the serial properties之外 还有一个是should command update should command update should command update的话 它是VoE都是没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周期的 而且我也没有找到一些相关的API可以去模拟它 然后它的主要根本的话也只是做那个限制化 因为VoE的话它是一个想象式的一个更新机制吧 它在一定程度上也是避免了组件的一个无效的一个渲染 所以说VoE没有提供手工文化的一个API 但是我一个特殊场景 它是有一定存在的一个意义的 这边还是有一个demo should command update的一个demo 页面上同样是有I和B 当I和B相等的时候 页面上显示这个黑色的字体 就是I的具体的数值 B的数值 这个红色的是当前I和B的这个 它的一个真实的一个到某节点的一个demo片段 我现在当I和B不相等的时候 我要把它隐藏掉 我改变I 现在I是1 B是0 那我继续改变I 实际上这时候I应该是R B还是0 那也就是说 但是说 当一个组件处于隐藏状态的时候 如果它的属性变化了 而实际上这个组件的更新是没有意义的 那这里我使用了Clone Vnode 就是我们克隆节点 然后去模拟了should command update的这个功能 然后不管我怎么样改变I 它只要是属于隐藏状态的 然后它的真实的itml是不再去改变的 那我现在再改变B OK 现在B到3了 I和B又重新相等了 然后我才去同步去更新这个真实的 同步去更新这个组件 不过考虑到代码的一个维护性和性能提升上的一个平衡的考虑 然后对于这种优化点 我们只要不影响我们的功能实现 然后我们就没有去做一些相关的一个处理 刚才我做的那个的话 其实是使用了我们Clone Element去实现的这个功能 但它并不是很完善 并不能说完全达到那个原来的中的一个功能 像对一些引用类型的话 可能就需要解构我去做 所以说考虑到一个代码的一个维护性 还有一个性能帐的一个提升的一个平衡考虑 对吧 然后对于这种优化点的话 然后我们暂且没有做一些相关的处理 虽然说这个API我们不需要去hide它 也不需要去做额外的一些工作 但它的一个区别点也非常的重要 那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可以说这个是REAL的回忆UE 他们本质区别的一个非常直观的一个体现吧 对 所以我建议大家去理解这个事情 更新接待完了之后就是销毁阶段 销毁阶段它也没有什么区别 然后微微多的一个提升的周期 然后也没有说 使用场景也并不是特别的多 对 我们接待完生命周期之后 然后解决生命周期的一个问题 然后再来看最后 再来看另外一个重要的一个差异 REAL的引用 REAL的功能来就是说我们是 获取一个元素或者是一个组件的一个引用的信息 REAL的同样是REAL的一个功能 如果你熟悉REAL的一个发展历史的话 在早期的时候 REAL的它的一个REAL也是使用了一个字幕传的一个形式 但后来 后来随着它的一个发展 然后给你设计了一个板块板 然后最后也改变成了一个callback的一个形式 那callback的一个形式的话 就是说相对于比较灵活 对 然后你可以在callback中调用副组件传递过来的各种方法 然后这样子组件就可以很方便的把一些引用传递给副组件 这样子 对 其中一个问题也是我想把增加这个callback的一个支持的 但后来有一些问题 然后好像是具体什么原因我不是特别的清楚 然后我印象中是在2.2的一个beta版本的时候是被回滚了 对 之前是已经被抹制到的一个主分支 然后最后被回滚了 对 所以说我们不得不去探索一个其他的一个方式 然后这时候我们注意到了一个VoE的一个指定 对 指定的话就是说它提供了五个勾子函数嘛 然后这五个勾子函数它在不同的一个生命周期阶段去执行 对 其实就是说它变相的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 可以给生命周期额外添加这个全局勾子的一个可能性 那我完全可以写这么一个插件 然后再绑定时 然后再加10度以后到目几点 然后传递给这个回调 然后更新的时候再次去传递给 再次传递 然后卸载的时候 然后就传递给那 然后用于这个内存的一个回收 对 大马也很简单 也只有这么实际行 对 那使用关注的话也是很简单的 然后导入后你直接注册这个指定 然后回调会传递两个参数 然后第一个的话是它的一个实力或者是到目几点 然后第二个的话是K 然后这一番的话是和原来的东西可能会有所不一致 原来都是没有第二个参数的 这里的K主要是为了搭配这个VFOR的一个指定的一个 搭配的一个使用 好介绍完 那我们我现在这次就整理了这么几个问题吧 然后接下来我给你介绍 介绍一下 那个Alan Design VUE的一个现状 以及未来的一个归报 对 目前的话我们是 嗯 提供了52个主件 然后单侧的布干地现在是86 然后START数的话 目前是3000加的一个START 嗯 那总是要有一点特色的 所以相对于现在已经非常成熟的EOEA所建库的话 嗯 我们组件就是说提供了一个受控和非受控的两种使用方式 啊 这本事是REAC中的一个一个概念吧 啊 其实在VUE中它同样的一个适用 啊 举一个例子 就是说 现在一个一个type组件 其实 大多数现在已经成熟的关键 它是用VModel的形式来控制一个 一个type的一个选择 但是 这个VModel 这个VModel 就必须要把那个变量 那除了控制type的选择这个变量 其实并没有其他的一个作用 就是说 对于用户来说 它切换到哪里就切换到哪里了 其实这个变量 你并没有拿来做其他的用处 那我完全可以释放这个变量 对 这就是那个REAC中的一个非受控的一个概念 第二个呢就是基金组件的一个国际化配置 目前的话提供了36种的一个语言包 对 基金组件化的一个国际化配置的话 它一个优点的话就是说 你一个页面中可能不仅仅有中文 不仅仅只有一种语言 可能会多种语言共存 那这样的话 你如果说基金组件的一个国际化的配置的话 你可以随时切换你的 业文的一个语言 你可以让多种语言的共存 但是如果说你是基金组件配置的话 这一块的话可能就比较麻烦一些 去做上一个分数 第三点的话就是共享安乐地的一个设计资源 安乐地它既存有成功 除了他左边过的一个绿袖之外 还有他周边的一个声音带 官方提供的一些skash的一个 包括设计师使用呢 还有产品进行使用的一些各种的一个设计资源 对这个块的话我们都可以相互共享 第二点的话就是一个一致的一个API 然后我们保持了 RMD的一个90%以上的一个API的一个一致性 如果你有同类 然后正在同时使用REAC的VAE的话 我想就是说选择 RMD在VAE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然后你会需要去再去属于另外一套的一个API 再说一下那个未来的一个规报 虽然说现在已经相对违离了 不过对于未来 我们未来还有很多的一个事情要做 第一个是提升单测的一个负败率 第二个就是TS的一个支持 然后前面也都说了很多 关于TS的一个事情 然后现在也就是成为主流了 然后我们也有计划 接下来会去做这么一件事情 还有一段周边身份的一个建设 现在的话 也有很多实际的小伙伴 帮我们开发了 RMD3VAE的一个朋友 然后包括各种IDMain 然后还有一些甚至基于我们的一个底层的一个组件 开发了RMD3VAE的一个Mobile 移动单的一个组件部 现在也都有 包括一些VSCode的一些插件 最后一番的话 就是一个性命化 这应该是没有准备的一个工作 接下来我们也会不断的探索 不断的优化 提升准备的一个宣传效率 后来最后我个字送给大家 然后资数很重要 掌握正确的资数 也可以到示范各位 就像我们搞PPT 反正资数就不太对 好 今天我先讲就是这些 好的 相机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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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3 4